一日不見 秩序全變 超英趕美目標完成 先進一流 全部實現 清華北大公安部親切握手潘金蓮 小潘同志好榜樣 內循環自憑又多關 再吃點鎮定劑就徹底沒遺憾 吃鎮定劑幹嘛 幹嘛 精神不正常 不吃藥危險 蓬佩奧不說 中共就是吃錯藥 領館開辦間諜班 這回行了 給您連窩關 驅逐行動第二季 黨的觸角全砍斷 恆大華為又添亂 這庚子秋老虎 怎麼這麼難纏 有點難 快人快語 天下事 京腔京韻 老北京 各位茶友 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腦袋 老北京茶館 品香茶 聽段子 我是劉卓 我是李正 茶坊一逛 段子先行 今兒沒廢話 食證段子開油 一點鋪墊都沒有 這麼急呀怎麼 不急不行啊 就這還趕不上加速師的速度呢 人一尊殿下 都5加2 白加黑了都 這連樓轉啊這位 不成李正 你這有點製造緊張空氣啊 他不至於那麼緊張 人家總加速師再加速 也有蓋上那半條被子 做中國夢的時候啊 沒意識到問題嚴重性 必須把網友倆送一封請出來 給你上一課 段子課 說吧 又什麼段子 上海浦東的加速情況 您知道中小學生被老師逼著 背誦什麼社會有價值觀的事嗎 知道啊 小明因為那事兒 被老師轟那個滾出去好幾回了都 這回升級版的來了 兩宋一封就說 上海浦東將入戶抽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等問題的知曉程度 也就是說 抽查新時代紅寶書背誦情況 大人也要背呀 難不成已經進入了這部工作 只洗腦新時代了 這麼加速 得加哪兒去呀 加哪兒去真不好說 一封就拉警報了 他說 他的腳已經焊在油門上了 焊油門 一尊大人要腳焊油門啊 這搞完了 徹底停不下來呀 萬一一半夜撒疫症 一燈腿不得半香油再幹進去 半香油一香油甭管 看效果 您知道這兩天黨國的高等教育 大學加速出什麼喜人成果來了嗎 大學喜人成果 什麼成果 成果相當震撼 中共宣布 已經有137所大學進入世界一流學科建設行列 雙一流 也就是世界一流大學一流學科建設 也已經有清華北大等26所大學完成了總結報告 等會兒 我聽著不太對勁啊 這話不是開玩笑了嗎 真是光天化日就這麼說 當然了 說什麼呢 絕對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人家那事相當認真的唷 不信您看21號清華大學的官網 專門的消息說 清華黨組會決定 清華大學已經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學 這事兒黨組是定了 等會兒 我得先捋一捋啊 捋一捋吧 肯定是驚著了 前胸後背 胡了胡了 捋一捋 壓下驚 捋前胸後背幹嘛 我捋捋這事兒的邏輯 和這事兒自己評 自己宣佈 自己達標 自己慶祝 高等教育內循環 勝利開始 並勝利結束了 行 覺悟上來了這位 哎呦 我這回事思路真癲上了 你要不說清華北大變世界一流這事兒 我還真想明白 怎麼理解公安部那好消息呢 啊 公安部也有好消息 23號那天 人民網官微轉發了公安部的消息 大標題 公安部冒號 我國是世界上公認的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 嗯 括號 此處應有笑聲 這又起哄 哪來的笑聲啊 網友君子蘭那來的 君子蘭有條金句總結 其實是給清華黨組會宣佈一流大學這事兒準備的 量身另坐 但是我看送給公安部也挺合適 大夥聽聽啊 這麼說的 潘金蓮召開家庭會議決定 潘金蓮已經成為全清河縣最首富道的婦女代表 精闢啊這個 不成 黨聽完又扎心了 沒想到黨的全體公安幹警 在習總書立家庫帶領下 跟清華北大手拉手 站在清河縣潘金蓮家門口的起跑線上了 暈 這起跑線的地兒倒絕了 公安部領導還緊著朝小潘招手呢 還得問哪 有沒有推特賬號啊 回去我粉你去啊 網友看公安部視頻都氣樂了 告訴說 最近比較流行自憑世界禮儀呀 還有呢 網友說 最有安全感 好 這維穩費最高 小學生接送 世界之最呀 龍的傳人真不是白叫的 注意啊 這是關鍵龍子那龍 啊 那個留言最逗了 壞人最有安全感的國家 壞人 唉 我算是看透了 自打習總 啟動內循環 勒緊括帶的新模式 形勢不是小好 是越來越大好這節奏啊 必須啊 那個 黨根據耗子急著搖手那指導意見 在如此緊張的情況下 也得在加速上玩出點新花樣的 這叫 突然變臉 扳回議局 哦 突然變臉 扳回議局 這有事沒事 出去打倒去 讓那洋籃子給遮擋 都面目全非了 都這不讓人 還怎麼往回搬呢 誰讓你 真往臉上搬呢 人就是這麼一說 一形容 說白了就是 哪方面問題多 解決不了 就用這絕招啊 什麼招呢 對 您聽著啊 總書記往這一站 我宣布 已經徹底解決 請鼓掌 這麼一絕招啊 您這還替他發愁呢 人家突然敲打鼓放鞭炮 出來就宣布勝利好消息來了 這不就等於這個 跟敵人兩軍對壘呢 這隊伍還沒排棋呢 就喊上了 誒 哥們誒 你們先排隊 我們這可先宣布勝利了啊 誒 棋跑的不要 直接撞紅線 發金牌 您瞅見沒有 內循環奇招 突然勝利法 這突然勝利法 真是勝利界的一朵奇葩呀 不過這事你還真甭說 等著一突然勝利 我還真有點開竅了 我說最近民間段子手 都出來曬段子來了呢 我嚴重懷疑都跟我似的 受黨的好政策啟發 開竅了都 能吹這呗 行了 來了壹位總開竅師 行了 讓段子手們開開竅 來壹個好段子的大豐收也成 絕對豐收 還不光豐收呢 明顯多出了壹種出其不意的喜感 習總聽到這 眼淚都快絕低了 必須的 完溜 娛樂反共 越來越擋不住溜 實在抱歉 是您自個給我們啟發出來的 對了 我還發現 這段子手們現在給娛樂捅熊那些段子 跟妳剛才總結的那突然勝利法 是反著用的 嗯 反著用 哎呦 行啊 劉初啊 研究出門套來了 細說說 給妳分譯分譯啊 黨自誇的時候呢 是把一切外國 尤其是美國的優點 優勢 比阿基 就扣自己腦袋上 嗨 這位倒不客氣 客氣 這臉皮厚吃個夠啊 行行 吃吧吃吧 民間段子手的邏輯相反 是把一切黨國的醜惡 俯愛 不公啊 比阿基 全扣川普那個腦袋上 啊 您扣人腦袋上幹嘛呀 幫黨出口惡氣要 不是 還沒明白 跟你說壹段子就明白了 話說這今日頭條 壹個叫陸生的人 發這消息截圖 是壹兒逗一段子 這內容就是替黨和人民痛批川普的種種罪行 替黨和人民痛批川普罪行 暈菜了呀 先甭暈啊 是這麽回事 這種段子呀 你乍一聽 全是罵黨的敵人 幫黨出氣的 不過呢 你聽來聽去 聽去聽來 不定什麽時候突然回過味來了 不對 這段子裏邊有貓膩 完了 撞上高級黑 低級紅的這個 行行行 您說這段子吧 我們自個兒品 挺好啦 特朗普上臺以後 美國陷入了衰退 嗯 黨點頭呢 有點勝利感 往下接著聽啊 對內人民生活艱難 對外被全世界拋棄 只有壹個小流氓國家 為了他們的利益還在抱團 哎呦 這味兒有點不對呀 小流氓國家 朝鮮古巴 伊朗 接著聽後邊啊 特朗普在任期間 物價上漲 生活必需品 通貨膨脹 豬肉就是 使人民的生活質量嚴重下降 天怒人怨 威易橫行 屬於天譴 呦 這說誰的事 聽這點糊塗這是 記著聽啊 特朗普上臺以後困制媒體 讓民眾不敢說話 也怕說實話 以至於民眾敢怒是不敢言呀 呦 這不糊塗這是 前好朋友習近平那都樂了 川建國這打法 怎麼跟我向一個老師交出來呢 是吧 還有 特朗普上臺以後 經濟是一塌糊塗 股市大漲又大跌 把好好的股市 治理成了中產者收割機了 收割機 怎麼聽這麼耳熟啊 割酒才吧 接著說啊 特朗普沒有一點外交才能和智慧 總認為自己是世界的老大 結果被圍毆還不承認呢 特朗普應該引咎辭職 不要大人不殘的 再做什麼世界領袖啦 不成啊 越來越不對勁了這樣 想煽顛反黨反社會主義 您就直說啊您 哎呦 您是不是聽著 聽著 黨突然好失敗 確實 看起來是把那盆有機肥扣到川普腦袋上 有機肥 看起來是這樣啊 結果發現川普那頭金色的繡髮 意義生虧挺乾淨 再一瞅一尊那頭烏黑的繡髮 流黃湯了 這是段子界的高手 高手在民間 其實你是這高手 其實也算不上什麼高手 是黨啊 手段忒高 把大家都教會了 老實是高手 我估摸著 段子手們要稍微用點腦子研究研究 那宣傳套路就得樂出聲來 我們是真能學著東西呀 領悟出精妙所在 可不嘛 黨的宣傳規律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 黨就是好來就是好 黨的事業就是贏來就是贏 沒錯 段子手如法炮製 一胡畫瓢 美帝川普就是壞來就是壞 到底多壞呢 好 給各位上天朝的各種表現啊 您瞅瞅瞅瞅 段子手的轉折是多清奇呀 諷刺外國散髮勢力力評黨的好政策 政治正確吧這個 結果這一諷刺 扎黨身上去了 再說了 是你黨逼著我們這麼說的呀 而且我們這麼說還風險小 老百姓聽著也沒壓力 愛聽 而且聽起來特別有啟發性 聽著聽著就砸出點滋味來了 不說都知道到底誰是懷蛋了 還不讓黨光跟那一天到晚玩那灌輸 您瞅瞅 這多有啟蒙味道 絕對啟蒙 這就是蘇聯正式笑話 像是今天黨國正式笑話的優勢 邏輯是什麼呢 按黨規定的邏輯說話 一說出來 您保準能品出來 荒唐的不行 真是 中共最高法院院長周強不說過嗎 中國絕對不走西方司法獨立那種邪路 這政治夠正確吧 按這思路大夥聽聽下邊這段子啊 又有什麼高論 高論絕對高論 司法獨立的國家 人民沒法獲得司法公正 黨指揮司法的國家 人民的權益才能受到法律保護 清奇啊這個 由人民投票選舉出來的政府 根本沒法保證人民的利益 不是人民投票選舉而來的政府 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這人民到底是什麼動作啊 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那是腐敗落後的制度 官員財產不公開的制度 才是清廉先進的制度 沒錯越不公開越清廉 對人民能隨時公開批評政府官員的 那一點都不能防範制止人民權利被侵犯 不但不能人民還會災難不斷 人民不能公開批評政府官員的 人民權利就有保障了 一點都不會被侵犯 人民還永遠會遠離災難 行行行甭舉例了 肺舉要吐了 反正我是看出來了 這黨國真要改朝換代啊 這有先例呀 前蘇聯不就是嗎 但凡國民只能用段子來說句真話的時候 還有 但凡老百姓對暴政只能靠諷刺來表達真實情感的時候 所謂銅槍鐵壁啊 那也就是一堆廢磚爛瓦了 行 突然勝利這段子就告一段落了 咱們跟大夥趕緊說一個中美關係那個炸雷啊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拉警報驅逐第二季開始 紐約中領館請做好準備 行了中南海又捂來轟頂了 劉仲跟大夥說說這事兒吧 成這得從紐約的一個華裔警察中共間諜身份曝光這事兒說起 上個禮拜紐約警察局有個消息震動了美國華人圈 是誰也沒想到啊 這33歲河海可親的藏族華裔警察昂旺呢 竟然是潛伏多年的一中工特工 如今已經被正式逮捕起訴 面臨最高55年這星期 簡單介紹一下這背景啊 藏族人昂旺出生在中國 當初是用文化交流的簽證來的美國 後來來到之後就說自己是藏人 在中國遭受逮捕酷刑要求庇護 美國政府給了他這個機會 事實上昂旺撒謊 他父母都是中共的黨員 是中共體制內的親共藏人 這無魚了也是 人藏族也有敗類 絕對有 聯邦檢察官起訴昂旺的罪名是什麼呢 為中共政府充當非法代理人 昂旺當年加入警察局以後 大概從至少18年開始 跟兩個在紐約的領事定期聯絡 對待紐約的藏人活動進行報告 昂旺還給那領事官員出主意 說什麼呀 怎麼招募這藏藏藝美國人 給中共當間諜 我記得是 給辦十年的往返簽證 人家就能當了 當然了按照慣例 中共這回再一次無情拋棄了 這一小樓宣布告說 我們跟這人一點關係沒有 必須得拿出死豬掛開水燙的決心來不承認 必須的 估計紐約中領館的官員都急著火上房了 那是一大幫各種共諜呢 可千萬別在這時候跟我們聯繫呀 萬一被抓包可就吃不了也都不走了 全得廢廢 能不能回國逃命還不好說呢 紐約郵報23號對蓬佩奧有一專訪 當時蓬佩奧就說 紐約中領館是共產黨在美國從事間諜活動的主要窩點 已經掌握的他們這些政治活動就已經是非常活躍了 蓬佩奧在維茨康慶州還說 說到我說紐約的時候不僅有中領館 還有一大堆中共外交官在聯合國工作 目前川普政府正在嚴密監視 在紐約工作的中共外交官很可能會有 更多的中共外交官和特工啊被捕 哎對咱們來說呢這聽一聽也就是個故事 對中共的外交人員外交官員那是滅定之災 真是 這才過幾天啊對不對 兩名中共軍方人員企圖盜竊美國病毒疫苗 引發軒染大波 那之後美國政府直接在7月份 關閉了駐休斯敦的中領館 對呀 蓬佩奧就說 他們從事間諜活動 所以我們關閉了它 注意啊 從事間諜活動是一個法律術語 您可別以為這是小說裡邊的一形容詞 這是一個以數據為依據的 基於事實的分析 懂了吧 我們是這麼告訴中領館的 各位 您這是間諜活動 非法 所以 抱歉 必須下逐客令 找個您的 另外我看 這紐約藏人就說了 說他們能知道的 這個紐約警察和紐約藏人裡邊就遠遠不止幾個共諜 所以現在華人跟美國政府都呼籲說 這紐約軍領館就是一害人的黑窩 必須趕緊給它關了 真是 蓬佩奧還透露了一消息 美國正在審查兩個中共的統戰組織 一個是美中友好協會 還有一個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統促會 促統會 這倆組織專門滲透 學校商會政客媒體 還有華人的團體 是這老彭被問的時候 是否還有類似這個 紐約華裔警察的案子 他當時就說 絕對有 而且還說 我已經看到不少司法部正在起訴這案子了 我預料還有更多的案子出來 中共間諜露餡中共熱鍋螞蟻 惶恐 尷尬 被動 崔天改崔公公是更睡不了覺了 睡著覺 趕緊收拾細軟吧 打包準備帶走 那也行啊 抓好撲個卷 回去好參與 那黨的內循環偉大事業 反正華為也沒機會偷美國芯片了 跟美國留那麼多間諜幹嘛呀 這乾著急也下不了手啊 任正非確實不知道現在想什麼轍的 華為研發大樓著火那事你知道吧 瞅著推嚇人了 玩弄不好啊 野人內中有戰 過去一查涼褲的時候涼褲就著大火 這回老有人問那任正非秘密養那麒麟啥手亮相啊 這回好 也看著著著大火了 你說這多好 一了百了 你們呀誰也甭問了 都跟火裡邊呢 突然著火法 內循環這麼循環下去 全是突然突然的 心臟受不了 華為突然著火 恆大突然威脅要跟政府 還有一百多銀行玩魚死網破 這內循環這一剛剛開始 這突然根本就停不下來了 這庚子年國人是夠艱難哪 好嘞 送人好茶手有餘香 歡迎您訂閱分享 《老北京茶館》 趕緊點擊屏幕上哥倆給您準備的精彩視頻 下回節目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